她是英国版的杨贵妃 更是英国版的大宋贤后刘娥 一个平民出生且带俩娃的乡村寡妇 竟然一跃成为英格兰的王后 伊丽莎白凭借自身的美貌和独特的美丽 成功俘获国王爱德华四世的芳心 并使得爱德华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与全国贵族为敌的利他为后 而为了巩固爱德华四世的统治 伊丽莎白前后为她舍命生下十个孩子 凭借强大的生育能力 伊丽莎白成为自亨利八世以后 所有英格兰王室的先祖 成为自詹姆斯武士之后 所有苏格兰王室的先祖 以及自詹姆斯一世后 所有大不列颠王室的先祖 妥妥地实现什么叫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一个人改变一个家族的命运 此时正值英格兰的玫瑰战争期间 精确化王朝的两个家族分支 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为争夺继承权 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玫瑰之战 也被称为英国自杀式内战 这会让伊丽莎白陷入一贫如洗的生活 为了拿回丈夫的遗产 伊丽莎白带着俩娃来到国王大军必经之路上 想恳求国王归还遗产 伊丽莎白的清晨容貌 使得爱德华为他驻足来到他的面前 全臣沃里克一眼认出伊丽莎白的王府 属于他们的敌对阵营兰泰斯特家族 还杀了他们不少的人 他们应该要复仇 伊丽莎白之言 让爱德华对他刮目相看 不过最主要的还是被他的美貌倾倒 在伊丽莎白的邀约下 爱德华放弃前线的战事不管 跑到伊丽莎白家去做客 与伊丽莎白畅谈人生 在聊天中 伊丽莎白的美貌与温柔娴淑淑 爱德华的帅气和自信幽默 让他们深深吸引着彼此 聊了没多久 爱德华便表示明日会到访家中 让伊丽莎白提前写好自己的诉求 看着男人远去的背影 伊丽莎白知道自己的计划成功了 王夫的遗产能拿回来了 第二天 爱德华果然如约而至 见到伊丽莎白的那一刻 爱德华就情不自禁地吻了上去 吓得一旁的母亲瞪大了双眼 知道爱德华风流诚信且胆大妄为 但没想到这么胆大 这时伊丽莎白的父兄等人回来了 乌泱乌泱的得有十几人 看到敌对的爱德华 大家纷纷把手放在武器上 气氛变得凝重起来 但爱德华依旧一副自信的笑容 谈笑丰生地回怼父兄 说自己才是天命的英格兰国王 兰开斯特的失败者 顺手接过伊丽莎白的诉求 向他许诺自己会归还属于王夫的遗产 临走时 爱德华向伊丽莎白发起了斗地主邀约 伊丽莎白果断拒绝了他 无奈之下 爱德华只好退而求其次 他希望明天傍晚时分 能在那棵老树下见到他 即使只是为了简单地告别 爱德华离去后 父亲他们都威逼伊丽莎白不准去 不然就打断这个不笑你的腿 但爱情的力量战胜对断腿的恐惧 一日傍晚 伊丽莎白之身来到老树下 爱德华生气白马走到他的身旁 细细打量这个美丽的女人 对于伊丽莎白而言 他只是想送别这个帅气的国王 但在爱德华的眼中 伊丽莎白肯来 说明就是想和他斗地主了 于是他哄天伊丽莎白坐下聊聊 一点点的霸王硬上弓 还好关键时刻 伊丽莎白拔出爱德华的匕首 抵住自己的脖子 说自己是洁身自爱的女孩 说什么也不会成为情妇的 爱德华以为伊丽莎白 是在玩欲情故纵的小把戏 开去地说伊丽莎白不敢的 谁知伊丽莎白真的拿刀划出一个口子 虽然不致命 但鲜血也喷涌而出 见他是动真格的 爱德华只能愤愤离去 发誓两人永不再见 回到家后 伊丽莎白便后悔了 他忘记不了爱德华对他的爱 也担心爱德华会不给他王妇遗产 伊丽莎白变得坠坠不安 这使母亲来安慰伊丽莎白 虽然伊丽莎白一家是一个十八线的小乡绅 但母亲可是大有来头 母亲曾是亨利六世王后 也就是引发玫瑰之战的旧王后之友 第一任丈夫更是亨利六世的叔叔 是当时妥妥的公爵夫人 更与法国劲敌伯根帝家族是殷亲关系 政治斗争也是一把好手 母亲告诉女儿 只要伊丽莎白愿意承担恶果 你就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一切 母亲带着女儿来到森林深处 停留在一条小河边 她让伊丽莎白选择一根鱼线 伊丽莎白斥责母亲这是巫术 被发现是会被禁猪容的 母亲随即反驳到除了他们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他们是和神的后代 血脉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 在母亲的窜夺下 伊丽莎白开始施展巫术 母亲让伊丽莎白挑选一根鱼线后 把其余的鱼线剪短就好了 弄完一切后 伊丽莎白问母亲自己会得到什么 又会失去那两样东西 母亲没有说会失去什么 只是说伊丽莎白会得到未来 其实母亲虽然会一点巫术 但从不相信上帝妖怪 她只是明白对于男人而言 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 就爱德华的风流名声 肯定会跑回来找伊丽莎白的 所以才给伊丽莎白安排一个巫术 给伊丽莎白吃一下定心丸 至于为什么不说会失去什么 成为国王的女人 哪怕只是情妇 得到的也只有锦翼玉石的未来 而失去的只会越来越多 不是两根鱼线可以代表的 正如母亲猜测的那样 几天后 爱德华传来军事命令 命令伊丽莎白一家为她征召士兵 她要来验收士兵 知道爱德华后天还会再来 伊丽莎白感觉自己的机会要来了 当晚她来到小河边 收回了那根鱼线 让她意想不到的是 那根鱼线的末端 竟然是一枚王冠样式的戒指 第二天早餐时分 母亲向父亲表面上提出 他们应该全家一起去觐见国王 展露自己的投靠之意 实则是想制造伊丽莎白和爱德华见面的机会 父亲对此大为不满 如今战争胜利的天平 已经越来越到向爱德华了 父亲也不好嘴印下去 只好让全家带上约克家族的白玫瑰标志 一起拜见爱德华 爱德华也来到伊丽莎白面前 表示这些天来她也不能累 伊丽莎白也终于坦白了内心的真实情感 得知伊丽莎白也同样深爱自己 这让爱德华坚信自己 不能带着遗憾奔赴战场 随即向伊丽莎白表达结婚的遗愿 由于时局波鬼云绝 他们只是在牧师和母亲的见证下 在一个小教堂秘密结婚 而且戒指用的是伊丽莎白从河中 捞出来的那个戒指 婚礼结束后 小夫妻便迫不及待地想要去斗地主 丈母娘递给爱德华一把钥匙 对她说河边有一个狩猎小巫 自己已经收拾妥当 春宵一刻值千金 两人迫不及待地去秘密基地洞房 一待就是好几天 直到前线的战事已经刻不容缓了 爱德华才依不舍地告别伊丽莎白 她提出如果自己战败了 伊丽莎白就当秘密结婚的事情没发生过 也不要给自己祈祷 传出去对伊丽莎白没好处的 伊丽莎白表示自己希望她平安归来 爱德华上前安慰自己的妻子 声称自己只会老死在妻子的床上 身边还有英格兰史上最美的王后陪着她 送走了爱德华后 没想到从小巫后面走出来一个男人 她是伊丽莎白的弟弟安东尼 安东尼怒斥伊丽莎白是个弱智 说她的所作所为是在耽误自己的未来 被一个渣男骗了感情 伊丽莎白亮出戒指 告诉弟弟自己已经和爱德华结婚了 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 安东尼却表示伊丽莎白是愚蠢至极 见证伊丽莎白秘密结婚的只有母亲和牧师 爱德华看上去风光无限 实际上却被大权臣沃里克所操控 沃里克也因此被称为立王者 他已经扶持爱德华当国王 肯定还会扶持一位王后 大家都在传言 爱德华的妻子不是沃里克的家人 就是盟友法国的公主 怎么算都轮不到伊丽莎白这个平民寡妇 就算爱德华是不想被操控 提前解决自己的婚事 难道就愿意娶一个平民寡妇了吗 安东尼的话字字诛心 伊丽莎白虽然歇斯底里的怒骂弟弟 想证明自己的爱情至死不渝 可实际上他也是坠坠不安 毕竟弟弟的话无可反驳 跟爱情赌胜利 是一件几乎不可能赢的事 一段时间过去了 爱德华在前线决战取得胜利 兰开斯特家族的前国王大败而逃 救王后带着儿子流窜法国 这意味着爱德华将成为新国王 安东尼指出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 除非就太子登上王位 否则救王后是不会放弃的 玫瑰之战远没有结束 前方的战士暂告一段落 伊丽莎白在他们的定情小屋外 焦急地等待 直到爱德华骑着白马出现在他面前 伊丽莎白这才放下心来 爱德华迫不及待地上前拥吻自己的妻子 然后又急不可耐地拉着妻子 走进了狩猎小屋斗地主 完事后 爱德华提出让伊丽莎白继续对婚事保密 因为全城沃里克希望他跟法国联姻 确保新王朝的稳定性 他需要点时间跟表兄说明 自己真正爱的是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虽然强行挤出笑容 说自己相信爱德华的 但他回去以后终日以泪洗面 毕竟这一切跟弟弟安东尼说的那样 他没有相信的勇气 但这一次他低估爱德华了 无论爱德华是想反抗全城沃里克也罢 还是真的斥爱伊丽莎白也罢 爱德华都跟沃里克说明真相 自己这辈子只愿意娶伊丽莎白一个人 两人天天为婚事吵得不可开交 爱德华知道再吵下去 也是无意义地白白浪费口水 直接当众宣布他和伊丽莎白已经结婚 任何人不得质疑 很快伊丽莎白就收到信件 爱德华说他可以去伦敦加冕王后了 还允许他带上自己的两个孩子 伊丽莎白高兴万分 自己可以一步登天地过上好日子 还不用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这个可是大好事啊 母亲却高兴不起来 一入侯门深四海 虽然为了伊丽莎白的真爱和家族的未来 他们得让伊丽莎白进入王宫 但真的让伊丽莎白进入尔虞我诈的王宫 母亲就高兴不起来 正如母亲担心的那样 伊丽莎白从踏进伦敦的第一步起 就已经被尔虞我诈所盯上 一直反感他们的父亲 乐呵呵地来迎接伊丽莎白 各种夸赞伊丽莎白的聪明 全然忘记之前 是如何地阻扰两人在一起的 等候已久的爱德华 一看见伊丽莎白就冲上来迎接他 在两人拟我拢时 一位红衣女子看他们不爽 直接上前的拦住母亲 说他们背叛了兰开斯特家族 而这位红衣女子就是都督王朝开国之君 亨利七世的母亲马格丽特夫人 一位极端的家族以及宗教分子 痴迷上帝 认为所属的兰开斯特家族是上帝的儿子 只有兰开斯特家族的人 才能登上英格兰国王的宝座 其他人能够被兰开斯特家族奴役 就是上帝赐给他们的最大荣耀 母亲刚搞定马格丽特 又跑出来爱德华的母亲塞西利夫人 塞西利虽然是爱德华的母亲 但她偏心二儿子乔治 不把爱德华和三子理查当人看 还只看众本家的沃里克家族利益 所以爱德华与她貌合神力 迟迟没有把她扶正到老太后的位置 只是给个公爵夫人的位置打发 为此塞西利自然是大为不满 对这个儿媳妇来下马威 不等伊丽莎白反应 母亲挺身而出的与塞西利针锋相对 你说我是秘密结婚不合法 我说你是不被儿子敬爱 结婚都不邀请你 你说你可以用废除国王威胁离婚 我说你是想做实出鬼生子的谣言 爱德华是出轨的罪孽私生子 你才可以随意的费力兴亡 一番唇枪舌剑下来 斯德有亏又政治经验不足的塞西利 很快就败下阵爱 伊丽莎白痛打落水狗 在等级制度严明的时代 即使你是长辈 如果对方爵位比你高 那你也得低头行礼 于是塞西利公爵夫人只能向自己的儿媳 王后弯腰行礼质疑 加冕的那天很快到来了 伊丽莎白身着豪华的金色礼服 接受着众人的祝福 而爱德华则按照习俗在教堂的屏风后面 观看伊丽莎白的加冕仪式 全程沃里克讨好的跟伊丽莎白提出 他的两个女儿都培训过 可以作为侍女辅助伊丽莎白见面 但伊丽莎白的父亲拒绝了 言明伊丽莎白的两个妹妹能处理好 他担心沃里克是想搞鬼 也想把荣誉揽在家族身上 无形中与沃里克撕破脸皮 但他却不以为然 认为女儿成为王后便一步登天的父亲 越发的目中无人起来 沃里克野心勃勃的小女儿安妮 指出国王背叛了她们 她们姐妹才应该成为王后 加冕仪式开始了 为了增强婚姻的合法性 爱德华请了全伦敦的人来参观 伊丽莎白乘坐在皇家马车上 准备前往教堂接受教皇的洗礼 在庄重而严肃的教堂内 伊丽莎白缓缓而来 谁能想到一个平民寡妇 竟然有朝一日成为了英格兰王后 而这一切的荣光都是来自于一个爱她的丈夫 即使她是一个带两娃的乡野寡妇 爱德华依旧毫不保留的 给了伊丽莎白全部的爱 一套流程走完后 教皇为伊丽莎白送上了权杖 给她戴上了华丽的王冠 这也就意味着从此刻起 伊丽莎白正式成为了英格兰的王后 晚宴上 伊丽对爱德华说自己从没想过 会是这么盛大的场面 爱德华宠密地告诉妻子 这都是为了堵住敌人的悠悠重口 所谓新元新气象 伊丽莎白入主王宫 第一件事就是清理救王后留下来的东西 看着救王后的画像 伊丽莎白的母亲有感而发 当年在宫中服侍救王后时 自己与她的关系最为亲密 当年救王后靠着手段才知 操控有件些性精神病的救国王作威作福 何等的滔天权势 可惜道行逆施和横征暴脸 引发了积苑已久的玫瑰战争 到如今流落他国 母亲劝诫女儿伊丽莎白 如今已成了王后 可千万不要犯下同他一样的错误 进退得失之间要拿捏有度 此时的宫外 沃里克正对爱德华大发雷霆 爱德华为什么迟迟不再跟法国的蒙书上签字 还跟法国死敌伯根帝家族交往密切 爱德华表示只是想和伯根帝家族通商 而伯根帝家族是丈母娘的姻亲 也算是伊丽莎白的娘家人 来往密切也没有什么的 让沃里克不要乱想太多 要与王后好好相处 但沃里克怎么可能不想太多呢 这是伊丽莎白按照爱德华的命令 来讨好全臣沃里克 沃里克却对此不屑一鼓 沃里克指桑骂槐的话语 跟伊丽莎白也算是撕破了脸皮 事后爱德华告诉伊丽莎白 之所以不愿意联盟法国 是因为法国答应了沃里克 只要促成联盟 他们就会赐予沃里克一块封地 企图通过沃里克染指英国 为了防止沃里克一家独大 爱德华决定通过壮大王后这边的势力 达到双方相互制约的局面 母亲对伊丽莎白说 应该考虑为你的弟弟 伊丽莎白认为这未免太操之过急 爱德华听见后却十分赞同丈母娘的说法 她告诉伊丽莎白 你得让自己拥有强大的王氏英亲来保护你 伊丽莎白没有拒绝的权利 只能听从丈夫的安排 时间一转眼又过去一年 伊丽莎白即将生下爱德华的第一个孩子 她在一阵撕心裂肺的哀嚎中生下了孩子 然而当得之生的是个女儿时 国王的脸上不免闪过一丝失望 只因爱德华刚刚登基 需要一个继承人来稳固自己的王权 而王后也自责地向国王道歉 但深爱着妻子的爱德华 还是对他们第一个孩子的到来感到开心 此时王后生下公主的消息传遍全程 沃里克兴奋地回到家中 此时的沃里克信心满满 表示自己折服一年来终于有效果 自己可以打出那张王牌了 有了他 爱德华就会对他言听计从 而沃里克的王牌 其实就是俘虏救国王 他不仅是兰开斯特家族的领袖 也是亨利的杀父仇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两个弟弟恨不得拿到砍死救国王 但爱德华阻止了他们 表示没有审判就随意杀人 他们跟暴君救国王有什么区别 实际上爱德华就是怕当众杀死救国王 会刺激兰开斯特家族的余部 在爱德华的一阵审判下 他原谅救国王因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做出的许多错误行为 将他送到伦敦塔一养天年 以此不让兰开斯特家族的余孽狗鸡跳墙 面对生情敌主的颇天大功 沃里克成功获得了爱德华的信任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希望能让两个女儿和王室联姻 长女伊莎贝尔嫁给二王子乔治 次女安妮嫁给三王子理查 爱德华答应他会考虑此事 然而王后伊丽莎白得知后却极力阻止 她认为如果两家联姻了 他们家就会全是滔天 两个女儿的后裔也有王室血统 那王室除了爱德华以外 都会成为沃里克的傀儡 伊丽莎白的话言之有理 于是爱德华听同他的建议 只是赏赐沃里克几块封地 得知这个消息后 沃里克暴怒地摔碎所有家具 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 而是灰溜溜地回到封顶 伊丽莎白父亲他们都认为 沃里克不过如此 殊不知沃里克心里明白 自己虽然是全臣不假 但以他的实力造反必输 得等爱德华因为宠爱伊丽莎白 失去贵族阶层的心才可以 爱德华对伊丽莎白的宠爱 很像中国唐朝的唐玄宗 那自己就坐回安禄山吧 就如沃里克猜想的那样 在他离开后 爱德华对伊丽莎白十分地宠信 爱无及无地关照其族人 恩宠堪比唐玄宗和杨玉环 纵观爱德华在位的一生里 伊丽莎白她的家族鸡犬升天 她的一大群亲戚 父亲五个兄弟 七个姐妹 外加前夫的两个儿子 全都住进宫中 爱德华四世还给这伙人 封了八个爵位 祖宗的规矩 封爵者因为龙子龙孙 或是对国家有特别贡献 和立下功勋的人 而这伙人一无战功 二无贡献 三处身低贱 却仅凭国王对伊丽莎白的宠爱 就同家是显赫 战功卓著的就贵族们比肩 须知当时整个英国 一共才有七十名勋爵左右 关键是在三十年的玫瑰战争期间 男爵以上贵族阵亡约六十五人 钟晓风建筑数以千计 有名有姓的嘉宾八万余人 不被当人看的平民更是不可胜数 现在虽然只是玫瑰之战的中期 但伤亡也可见一半 大家打得家破人亡 才换七十名勋爵的位置 你凭什么只是靠着国王宠爱 就爬得比我们所有人都高 更过分的是 国王为提高王后的社会地位 亲自为他们安排与名门望族联姻 比如王后的三个妹妹高攀侯门 殷亲本就是贵族联盟壮大的方式 欧洲又坚持一夫一妻 这就导致许多家族丧失联盟的机会 对伊丽莎白一族十分的不满 折服三年的沃里克抓住机会 趁矛盾计划时 与不满爱德华已久的二王子乔治 起兵造反 众多贵族以各种理由不应征兆 爱德华指得以本部兵马大战沃里克 沃里克为了增加筹码 让乔治与大女儿伊沙贝尔联姻 并利用墨地墨路口战役时 天空中出现三个太阳的天象 谎称上帝的启示 约克家族的三兄弟 都将成为英格兰的国王 增加乔治篡位的正统性 得知沃里克联合捷克对自己的背叛 爱德华既意外又愤怒 但他却没有丝毫犹豫的时间 马上就要奔赴战场 而伊丽莎白则作为一国之母守在宫中 但不久后 王后就收到了国王战败贝赴的消息 爱德华像当初的亨利六世一样 被沃里克压回了他的封地 爱德华给妻子写信 告诉他尽快逃亡伦敦 召集整座城市准备迎战 就在伊丽莎白焦急万分之际 传来了更让他无法接受的消息 他的父亲和几个哥哥战败贝赴 被沃里克和乔治不做任何审判 直接斩首处死 双重打击下 伊丽莎白陷入无比的悲痛中 但当务之急 还是得逃回伦敦的保全性命才行 伊丽莎白急匆匆地赶回伦敦 召集部队的保卫伦敦 也见到自己的母亲 她对家人的遭遇感到悲伤抱歉 母亲则坦然得多 她表示战场上两军各为其主的厮杀 谁也怪不得谁 而且父亲也写了信件回来 她希望活着的人 能开心地继续活下去 祝福他们所有人 母亲反过来安慰伊丽莎白 要学会坦然接受悲剧 现在去跟沃里克和谈 才是最好的结局 但伊丽莎白无法接受家人的去世 要与沃里克血战到底 让沃里克阵营的人也如母亲一般 常常丧腹之痛 丧子之痛 母亲没有办法 只能又继续装神弄鬼地冒充巫女 叫伊丽莎白一套诅咒的方法 让伊丽莎白借此发泄悲伤去了 另一边 沃里克等人虽然俘虏爱德华 但因为爱德华还是名义上的国王 而且爱德华除了冲撞贵族的利益 对百姓还算是有为之君 名声还是不错的 所以沃里克迟迟没有对他下手 而是各种威逼利诱爱德华退位 但爱德华吃软不吃硬 跟沃里克各种对着干 无奈之下 沃里克只得转向拉拢一回 想让他们废除爱德华 可贵族们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们不愿在外与兰开斯特家族 打旷日持久的玫瑰之战 内部还要再来一场玫瑰之战 那样属于有害无益 再加上同样野心勃勃的三王子理查 在其中各种上蹿下跳 沃里克的各种计划以失败收场 无奈之下 他只能放还国王爱德华回家 以缓兵之计让爱德华放过他 爱德华答应了他的缓兵之计 就这样 爱德华被释放 快马加鞭赶回了妻子伊丽莎白身边 直到将彼此紧紧拥入怀中 他们才得以安心 众人一起举杯庆祝爱德华的平安归来 伊丽莎白提起了父亲与兄长的惨死 表示一定要让沃里克付出代价 爱德华表示 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是和平 国家已经经受不起任何战争了 所以他明知沃里克放他回来 是积蓄力量的缓兵之计 爱德华也答应沃里克的要求 因为他也需要时间积蓄力量 当然最好是不让叛乱发生 他打算提拔沃里克的族人爵位 并将女儿嫁给沃里克的侄子 随着爱德华的一道道命令 战争就这样短暂的平息下来 为了证明和谈的诚意 沃里克将自己的两个女儿 都送到伊丽莎白身边当作侍女 让伊丽莎白尽情地羞辱 在沃里克两个女儿的牺牲下 王公表面一片安静祥和 这让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 马格丽特不满 就如前文说的那样 马格丽特是一个极端的家族分子 在兰开斯特家族战败后 爱德华忌惮其背后的势力 将他改嫁给斯塔福德家族 将儿子亨利交给其叔叔贾斯帕抚养 并没收亨利的爵位 哪怕是爱德华网开一面 马格丽特也没有感恩地放弃复仇野心 到处鼓动人的造反 这一次沃里克的造反也有他的参与 由于大家都需要和平 爱德华就当作不知道他造反 没想到这更加助长马格丽特的气焰 认为兰开斯特果然上帝保佑 这样都没有事情 更加的造反起尽了 沃里克名存是王的求和 马格丽特的上蹿下跳 在几方势力的个怀鬼胎下 短暂的和平不过坚持一年 就再度打响了 沃里克暗中支持了一个小贵族 带头在南部掀起叛乱 想在爱德华去评判十里应外合 一举做掉爱德华 马格丽特得知消息后欣喜万分 与贾斯帕一起鼓动丈夫造反 但斯塔福德并没有答应 他言明爱德华爱名如此 英国在他的治理下 开始慢慢地恢复元气 他不想让战火再度重燃 斯塔福德的理智并没有得到认可 马格丽特不顾形象地骂他诺夫软淡 极致地羞辱 眼看丈夫那边是指望不上了 贾斯帕的部队作用又不大 马格丽特便把目光放到娘家 他故作服软地讨好斯塔福德 言明自己想回家看看 在他的蛊惑下 斯塔福德带他回娘家 马格丽特表面上来探亲 却在暗中蛊惑自己的小弟弟杰克 马格丽特谎称上帝赐下神域给他 让他指引杰克组织军队去造反帝 扶持上帝保佑的军队 打败邪恶的国王爱德华 杰克有点担心 他从来没有上过战场 马格丽特还在蛊惑杰克 只要他能打败约克家族 让兰开斯特家族复辟成功 他就是家族的功臣 这是上帝赐下的神域 自己作为亲姐姐能骗他吗 杰克不再相信上帝和姐姐了吗 在马格丽特的蛊惑下 杰克傻呵呵地带着军队出发了 还以为是为上帝而战 一时间大军云集 伊丽莎白为爱德华祈祷 马格丽特为杰克祈祷 安妮为自己的父亲沃里克祈祷 他们都希望自己人能赢 并由此书写自己的命运 此时的战场前线 杰克还在愁愁满志地准备大战 却被贾斯帕告知里应外合的计划 这让杰克无法接受 自己怎么从上帝指派的正义之师 变成反抗国王的造反派 跟沃里克等人同流合污 在东西方的古代 甭管国王是暴君还是明君 造反都是十恶不赦的罪过 脑子缺根筋的弟弟跑到国王大营 举报沃里克他们的计划 却被爱德华二话不说地杀死 原来爱德华早就知道他们的计划 只是将计就计罢了 杀死杰克只是不想计划暴露 以及顺道铲除这个兰开斯特云孽 在爱德华的运筹帷幄下 沃里克等人大败而逃 准备搬迁到法国家来 寻求法国以及救亡后的帮助 贾斯帕则狼狈被逃回家中 并传回杰克的死讯 家人们闻言哭得死去活来 唯独罪魁祸首的玛格丽特 说杰克是死于背叛家族的惩罚 活该 跟母亲他们大吵一架 贾斯帕告诉玛格丽特 自己已经被全国通缉了 抚养儿子亨利的事情 只能交给玛格丽特这个母亲了 虽然沃里克等人四散而逃 伊丽莎白也再次怀孕 一切都是皆大欢喜的样子 但战争并未画上休止符 伊丽莎白不想放过这些敌人 她知道沃里克等人正在大海中 于是拿出诅咒的项链和一盆水 诅咒他们在大海上沉船 不知道是不是运起是然 当伊丽莎白一家朝水面吹气时 海上的沃里克一家的船 也正被狂风卷起的惊涛骇浪袭扰 虽然最后有惊无险地躲过去了 但伊莎贝尔和乔治的孩子 也因此变成死胎 听到乔治的无情话语 只渴望爱情安定的伊莎贝尔 留下无言的泪水 伊莎贝尔想随便找一个地方生活 不再卷入权力的纷争 妹妹安妮却告诉她 自从他们的父亲沃里克屡次反叛 让他们成为反叛家族的一员 等待他们的就是无止境的追杀凌辱 对比之下 之前给伊丽莎白当端茶倒水的侍女 都是天堂般的生活 所以他们只能有进无退的造反 安妮告诉姐姐 不管前途如何凶险万分 她也要争取掌控自己的命运 这下的伊莎贝尔一愣一愣的 不久后 沃里克召集全家人开会 他准备将安妮嫁给躲在法国的旧太子 并以扶持救国王复辟为条件 和救王后同盟攻回法国 乔治不肯接受这一切 拿刀就准备堕碎沃里克 沃里克也不反抗 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乔治 他们已经将自己做到回头无路的地步 要么就一条路走到黑 跟随救王后反攻英国复辟 拿一个大臣的地位享受荣华富贵 要么就亡命天涯 直到被爱德华抓住处死 乔治居然敢起兵反叛 自然不是什么坚真不屈之人 他毫不犹豫地叛变自己的家族 之后沃里克等人联络到救王后 对于联姻和复辟条件 救王后都没有反对 他只是提出伊丽莎白生产在即 如果伊丽莎白生下约克家族二代继承人 人心思定 想造反就更加的难了 所以他要沃里克前回伦敦埋伏 自己带大军反攻大陆 等爱德华被引出伦敦城以后 里外夹击地击败他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如果沃里克孤军深入到伦敦城外 救王后等人要是出卖他 沃里克算是完了 行事比人强 沃里克不相信也得相信 随着沃里克和救王后联手的消息传回英国 举国震动 爱德华怒骂弟弟是脑子进水了吗 居然和斯迪兰开斯特家族联盟 但无论爱德华如何的辱骂 行事就摆在这里 他们只能竭尽全力地想办法打仗了 在爱德华扩军备战时 伊丽莎白和母亲分析出 他们的联盟虽然强大 但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就是两边都不待见的乔治 母亲思索一番以后 心里有了主意 他跑来拉拢乔治的母亲塞西里 小只以情地劝说他 虽然他偏爱二儿子乔治 可如今是两个家族的国战 两兄弟的结局不是兄弟相残 就是他们都得对救王后俯首贴二 伊丽莎白也趁势地打起感情牌 说爱德华其实早就原谅弟弟 他也只是被沃里克哄天的受害者 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塞西里按照伊丽莎白他们的安排 派遣心腹私下接触乔治夫妇 希望他们能够回来 在心腹的劝说下 乔治答应回归约克家族的怀抱 新的大战即将开始 爱德华最担心的就是亲女的安危 他临行前不忘嘱咐伊丽莎白 带着女眷们住进伦敦塔的皇室厅 而他则和里因外合的乔治携手作战 约克三子所向无敌 而且为了万无一失 他将带上国内的兰开斯特家族 唯一的继承人 玛格丽特的儿子亨利做人质 一起前往前线 避免兰开斯特的人反过来里因外合 伊丽莎白文言放下一点心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爱德华才出伦敦就被沃里克偷袭 军队被打得四分五裂 爱德华紧急逃亡法兰德斯 伊丽莎白听完儿子的紧急军情 明白爱德华已经失去国王的位置 他们这些女眷已经失去了保护 伊丽莎白当机立断地让人收拾财物 赶紧喊上母亲逃命 儿子却说奶奶已经被沃里克抓起来了 理由是用巫术操控国王 伊丽莎白虽然伤心 却也保持了理智 迅速收拾财物地离开城堡 他一手抱着女儿 一手扶着大肚子 脚步匆匆地来到王宫地下室 并在侍卫的协助下逃跑出皇宫 住进教堂的地下室躲避 另一边 皇宫从结婚乃至今天 都是母亲用巫术操控的 说完煞有其事地拿出几个小人偶 说这就是巫术的证据 母亲到底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她矢口否认自己会巫术 并言明旧王后可以为自己作证 他们主仆16年 自己还是旧王后的弟妹 她知道自己是不是巫女 一番明目张胆地威胁下来 沃里克也怂了 说等旧王后回来再处置母亲他们 伦敦偷袭战不仅是让爱德华失去王位 也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 被爱德华带上战场的亨利 起初很是反感兰开斯特第二继承人的身份 因为大家都在歧视他 母亲马格丽特更是拿副国精神虐待他 可到了伦敦保卫战 他高呼自己的兰开斯特家族身份 敌军就不再攻击他 还将他离送回家 这让年幼的亨利觉醒了 自己只有作为兰开斯特的赢得荣耀 和无声无息地被约克家族弄死 他不想死 靠着亨利的决心和顺从 马格丽特决定一定要复国成功 为此他可以牺牲一切 与此同时 伦敦偷袭战的战果传回法国 救王后为了拉拢功臣沃里克 决定让救太子和他的女儿联姻 安妮虽然不喜欢救太子 可没有她选择的权利 而且她也希望救王后复国成功 自己能成为王后 新婚业 救王后气势嚣张地掀开床单 见安妮用手紧紧捂住身体 不懈地说没啥值得遮掩的 然后展开一块折叠的白布 催促安妮起身 挪开地方后 就将其平整地铺在床铺上 白布是用来检测儿袭的洛宏 他要亲自监督儿子顺利原房 救太子虽然看着痴呆病交 但还是懂人伦的 让母亲快点出去吧 同一时间的伦敦地下室内 伊丽莎白兔敢肤痛男人 约克家的小王子急着出生 他立即使唤儿子去请住产人 其他的孩子看着母亲不知所措 伊丽莎白让他们返回房里去 不想他们幼小的心灵留下阴影 当他全身心调整 呼吸放松时 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二儿子立即放下妹妹前去查探 幸好来人是刚放出来的杰魁塔 他小跑着去查看女儿的状况 而伊丽莎白知道来人是母亲后 也终于放下始终悬着的那颗心 于是他又调整气息 进入状态 母亲的安抚和鼓励给予他力量 伴随着一道声嘶力竭的嘶吼 孩子挣脱母体的束缚 华落出来 爱德华终于有了合法的继承人 他为约克王朝的复辟带来希望 又过了几日 沃里克请出被关押已久的救国王 想以此抗衡爱德华等人 但随着年龄的增加 救国王已经越来越痴呆了 不堪一用 沃里克也只能将他当作吉祥物 自己招兵买马地和爱德华干假 沃里克本准备祭出乔治 想告诉大家约克三子之一投降 天命在他们 却从女儿伊沙贝尔的口中得知 乔治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并坦白之前爱德华派人拉拢过乔治 而乔治和自己都答应了 沃里克只觉大事不好 果不其然 下一秒他们就得知爱德华集结大量兵马 正准备挥师南下 沃里克当机立断 准备以救国王为元帅 集结两家的军队去迎战爱德华 却被兰开斯特的人拦住 兰开斯特的人表示他们会集结部队 但不会跟沃里克的人合流 沃里克属于两头不讨好 但让他们想不到的是 在情势越发危机的时刻 爱德华居然敢深入伦敦 来见地下室躲藏的伊丽莎白 而伊丽莎白正在休息 隐约听到门外铿锵有力的脚步声 看了一眼在床上熟睡的孩子们 母爱德本能驱使她战胜不安与恐惧 独自一人前去查探来人的身份 她透过猫眼看到两个模糊的人影 瞬间将警惕直拉到最高 伊丽莎白提着裙子狂奔回房 找到床头藏起来的匕首 眼看着黑衣人就要抵达房间了 她却怎么也搬不动沉重的铁门 于是她勇敢地站在缝隙之处 用柔弱的身躯堵住缺口 守护孩子 直到男人卸下头上的帽子 露出了那张熟悉的面庞后 伊丽莎白才收起一身的词 上前拥抱这个日思夜想的男人 爱德华此番冒着生命危险来看伊丽莎白 是来获取力量 也是来告别的 她告诉伊丽莎白 她是由表哥沃里克扶持上位的 所学的兵法武艺也是沃里克教的 两人并肩作战多年 想让伊丽莎白先跑路再说 但伊丽莎白并没有选择离开 而是说他们母子俩就在伦敦 等爱德华战胜的来接他们 给予爱德华无限的动力 看着自己的儿子 约克家族的未来 爱德华从伊丽莎白身上获得极大的动力 随即返回战场前线去指挥作战 爱德华分析了战场的局势 从大环境上看 她被返回法国的旧王后 威尔士的贾斯帕 南部伦敦的沃里克 三方军队里外加击 加起来兵力何止是她的十倍 但他们毕竟分成三处 沃里克内部还在两家内斗 于是爱德华决定逐个机魄 先挑选兵力最多 但内部最不稳得的沃里克动手 爱德华在一个战尽天时地利的大雾天 准备向沃里克发起突袭 试图以寡敌众地赌一把 但让爱德华万万没想到的是 沃里克在屡次背叛爱德华 又被拦开斯特索排击以后 明白自己已经里外不是人了 站在那边都没有好下场 决定就死在战场 表兄在爱德华的出宫不出力下 他的军队十损七八 本人更是被乱刀砍死 而正如他所猜测的那样 爱德华看着这个最大的敌人 也是最好的表哥和老师死在面前时 无比的动容 他给沃里克举办最豪华的葬礼 将遗体安置在教堂 希望表兄死后也可以得到优待 接受上帝的祝福 在沃里克的葬礼上 伊丽莎白一直把玩着项链 母亲知道项链是诅咒物品 里面写有杀死伊丽莎白父兄的 沃里克和乔治的名字 母亲劝告伊丽莎白 既然沃里克已经死了 乔治又回归到约克家族 为了家族安定 伊丽莎白就不要诅咒乔治了 把她交给上帝处理 但伊丽莎白没有母亲的大局观 她只是将沃里克的名字烧毁 继续用项链诅咒乔治 另一边 救王后刚刚站在英格兰的土地上 就得知沃里克战败惨死的消息 加基爱德华的战略计划自然流产 她调整策略 转到威尔士与贾斯帕联合 救王后有意培养安妮成长起来 一路上都在寻求安妮的意见 并且把自己的理念灌输给她 单纯又野心勃勃的安妮 渐渐地成为第二个救王后 与此同时 知道家族军队大败的消息后 玛格丽特之身前往前线 却不是去投奔救王后 而是去找约克家族的丈夫打探消息 早在战争初期 玛格丽特看见丈夫斯塔福德 正在积极地扩军备战 以为她是要支持兰开斯特家族 高兴无比 认为丈夫终于要投入上帝的麾下 却被丈夫告知 她是要支持约克家族的爱德华 自从爱德华上位后 国内的局势已经慢慢平稳下来 她也有了继承人 不会因为继承权再起战争 所以她想守护国内的和平 玛格丽特表示这是狡辩 爱德华能做到的 兰开斯特家族也能做到 对于暴政误国 引爆玫瑰战争的兰开斯特家族 除了深爱的玛格丽特以外 斯塔福德一直没有什么好脸色 时间线回到现在 当玛格丽特看到斯塔福德时 她因为受伤已经奄奄一息了 玛格丽特不顾她的伤势 希望她能代替沃里克的职责 与救亡后里应外合的攻击爱德华 兰开斯特家族还没有输 斯塔福德见玛格丽特如此执迷不误 无奈地叹了口气 但还是想劝她回头吧 她表示如果贾斯帕再次战败 肯定又要流浪天涯 那她的儿子亨利也会遭到牵连 她希望亨利战死沙场吗 玛格丽特嘴上答应了斯塔福德 可转头就写信通知救王后 泄露爱德华的许多军情 视角转移到爱德华这边 她要亲征救王后了 爱德华知道此战必是艰难困苦 甚至已经做出了最坏的打算 爱德华交代妻子 如果自己不幸战死的话 她就带着孩子们去法兰德斯躲起来 等儿子长大就可以顺利登上王位 每一次战争都是生死离别 爱德华永远为伊丽莎白做好最坏的打算 伊丽莎白文言很不是滋味 缓缓蹲在爱德华的身下 这是两人第一次分别时 爱德华做出的承诺 她只会老死在伊丽莎白的身边 这么多年来 伊丽莎白一直都记得 而这一次天命又站在爱德华这边 没有沃里克的指挥 兰开斯特家族的军队虽然多 但是不堪一击 爱德华很快就击败救王后的主力 斩杀包括救太子在内的所有将领 大势一去 救王后准备再度流亡国外 寻求东山再起的机会 柔弱的安妮也直冷起来 她要等待丈夫归来 拒绝离开 救王后听见后警告她 不离开的话就等着被那群士兵撕碎吧 但不等他们反应 爱德华的军队已经攻入大本营 倔强的安妮真如婆婆所说的那样 被野兽般的士兵团团包围起来 然后声拉硬拽地把她拖下马 在她被扑倒的危机关头 勇士理查如天神般降临身边 将安妮从魔鬼手中解救出来 带着残兵逃窜的救王后也被抓住 就在理查准备押送他们返回伦敦时 狡猾的救王后也不忘捣乱 她表示理查的能力远胜两个哥哥 她才是最适合做国王的 但被两个哥哥压着 她将一事无成 跟自己联盟 她将立理查为继承人 扶持她当英格兰国王 她可以将安妮作为自己的投名状 理查也不傻 知道沃里克的联盟下场是怎么样 让人把救王后关起来 救王后知道一切都完了 但她依然保持自己高贵的姿态 即使被俘虏也不轻易求饶 所谓的示意不失态便是如此吧 但无论怎么伪装 一位母亲失去孩子的痛苦 是怎么又伪装不住的 在大家都看不到的角落 救王后嚎啕大哭起来 战争虽然结束了 但贾斯帕并没有落网 向斯塔福德提出自己想去送别儿子 斯塔福德知道亨利是他的儿子 贾斯帕是他真正爱的人 自己是拦不住的 便同意让玛格丽特去送别他们 逃亡的海滩上 玛格丽特依依不舍地送别儿子 他表示拦开斯特并没有输 至少就太子战死后 亨利从第二顺位继承人 变成唯一的继承人了 送别儿子后 玛格丽特回到家里 发现家里是一片树木 下人们都在准备丧葬的物品 此时的他才意识到 斯塔福德已经时日无多了 急忙去看看自己的丈夫 斯坦福德看见玛格丽特回来了 强撑一口气地劝诫他 或许斯塔福德就是放不下玛格丽特 才始终不愿意走的 斯塔福德让玛格丽特还是放弃吧 爱德华已经不可战胜了 他应该去跟约克家族求和 而且玛格丽特从来也不想复国 他只是被母亲强加的复国使命 然后被日复一日地洗脑 以及被迫与深爱的假斯帕分手 嫁给不爱的老男人自己 万念俱灰之下 才极端地想要复国 自己对此也能报钱 其实他大可不必这样的 自己死后 玛格丽特积攒两任丈夫的遗产 将会是英格兰最富有的女人之一 然后他再跟约克家族求和 爱于和平的局势 爱德华会放过他们这些余孽 届时玛格丽特就可以利用遗产 与爱人假斯帕以及儿子共度余生 享受荣华富贵 听得丈夫真诚又直击心灵的劝告 玛格丽特表示自己知道了 他会找约克家族求和的 看到玛格丽特不再作死以后 斯坦福德终于放心地走了 一段时间后 爱德华开始清算那些余孽 三兄弟调走了监狱的侍卫 用枕头闷杀救国王 而这一切都被伊丽莎白不小心看见了 救国王一家三口团灭 拦开斯特家族不再有威胁 爱德华的行为就像斯坦福德猜测那般 为了局势的稳定和平 只要拦开斯特家的人放下军队 给予一定的罚款投诚 爱德华都既往不救 玛格丽特也投诚而免罪 而其他的拦开斯特家人 哪怕是反抗最为激烈的沃里克妻子 爱德华也只是将他软禁在教堂 威胁最大的就太子王妃安妮 爱德华也在弟妹伊莎贝尔 和弟弟李察的劝告下 赦免他的一切罪过 象征性地处罚他做伊莎贝尔的侍女 弟弟乔治做安妮的监护人 爱德华的一切行为 都是为国家安定着想 可伊丽莎白听不进去 向母亲哭诉爱德华背叛了他们 居然原谅了沃里克一家 忘记他们的家恨了 母亲都这样说了 伊丽莎白也只能忍气吞声下来 但爱德华一家的好心 并没有得到当事人安妮的认可 她不想被姐姐一家变相地软禁 询问姐姐自己何时能改嫁 嫁妆又是多少 案里她的嫁妆是王父的一半遗产 中世纪的欧洲 女孩虽然想有一切的继承权 但还是得受男人监护 才能享受各种权利 伊莎贝尔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说乔治另有安排 这让安妮彻底相信自己的判断 她认为爱德华软禁母亲 把自己交给乔治监护长大 就是想谋夺沃里克的遗产 她不停控诉约克家族的阴谋 伊莎贝尔警告妹妹别说这种话 让安妮不要忘记了 她只是刚刚被赦免的叛贼之气 伊莎贝尔想要堵住妹妹的嘴巴 却反被妹妹咬了一口 一怒之下 伊莎贝尔打了妹妹一巴掌 而安妮也不甘示弱地 直接将姐姐推倒在地 未出嫁前 两人是情深四海的妹妹 而出嫁以后 两人的身份眼界早已天差地别 一切都回不去了 为了不让安妮招来灾祸 伊莎贝尔让人把妹妹软禁起来 没有她的命令 谁也不能放她出城堡 随着兰开斯特家族的人 或囚禁或折服 玫瑰战争仿佛画上了休止符 爱德华的王朝变得空前强大 但强大的堡垒 往往都是从内部开始突破的 在伊丽莎白已经怀孕几个月 准备去找爱德华宣布好消息时 发现管不住下半身的爱德华 跟一个女人发生了关系 伊丽莎白很是伤心 像母亲和弟弟安东尼控诉爱德华 但母亲他们不屑一顾 表示爱德华是国王 沾花惹草很正常 而且爱德华在遇见伊丽莎白之前 就以风流著称 但伊丽莎白听不下去 她越想越生气 想找爱德华理论一番 却发现母亲的脸色不是很好 询问母亲是怎么回事 在女儿的不断询问下 母亲坦承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 她发现自己的心跳越来越慢 偶尔还会停跳几秒钟 听到母亲已经时日无多 伊丽莎白背痛万分 不再想去找爱德华的麻烦 就想陪母亲走完余生 不久后 伊丽莎白迎来自己的临盆之日 却是早产加难产 虽然此时的她已经生过六个孩子 但是显然每一次的产子 都还是一件异常凶险 且痛苦万分的事 何况这次母亲并没能陪在她的身边 在一遍遍声嘶力竭的嘶吼下 伊丽莎白终于艰难地生下孩子 但或许是早产加难产 婴儿的呼吸十分地脆弱 注定这是一个流落人间的天使 再短暂地爱了一下这个世界 又要重返她的天堂 伊丽莎白抱着孩子来到母亲的卧室 她轻轻地将小天使放在母亲的怀里 希望母亲能替自己好好照顾她 母亲虽然虚弱到眼睛的睁不开 但还是凭借强大的意识 将孩子抱在怀里 最终这对祖孙一起归于平静 尽管伊丽莎白哭得在悲伤 也换不回她的母亲 母亲去世后 爱德华为了哄伊丽莎白开心 给她说起以前的回忆 激发伊丽莎白的翻旧账能力 伊丽莎白问她的出轨是怎么回事 爱德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表示伊丽莎白嫁给她时就应该知道 自己从来不是一心一意的人 爱德华的话挽回了伊丽莎白的心 却没能挽回自己变异的心 在伊丽莎白的军事母亲去世那一刻 她将失去一切的依靠 迎来自己的心声 是崩溃还是辉煌全靠自己选择 比她相同命运的还有玛格丽特 她的母亲也迎来大限之日 但玛格丽特很是高兴的 因为之前斯坦福德就说过 玛格丽特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很大一部分都是她的母亲逼的 看着母亲去世 玛格丽特唱了一首 今天是好日子以后 迎来自己的心声 她选择按照王夫斯塔福德说的那样 做普通女人玛格丽特 写信给在外国的贾斯帕 把斯塔福德的计划告诉她 表示自己要带着遗产去外国找他们 想一家三口过好安稳的余生 却在回信中被贾斯帕痛批 表示她已经忘记复国大年 骂得很是难听 贾斯帕的无情无义 让玛格丽特感觉自己孤苦无义起来 随即决定继续走复国之路 扶持自己的儿子亨利上位 并将此作为活下去的动力 玛格丽特决定嫁给仇敌史丹利家族 因为史丹利是爱德华的禁卫军首领 通过史丹利 他可以用侍女的身份靠近爱德华 给远在外国的儿子传递消息 可以保证的是 他们在两边都有人 不能大赢也不会大赎 而玛格丽特的儿子 兰开斯特唯一继承人亨利 成为史丹利家族的新目标 在一阵利益交换后 玛格丽特和史丹利成为民意夫妻 也在他的帮助下进入王宫 充当伊丽莎白的侍女 但因为之前的那些事情 一直没有得到伊丽莎白的认可 与此同时 被软禁半年而渴望自由的安妮 与渴望沃里克遗产的三王子理查 算是真心相爱的两人各取所需 经过一番精心算计后成为夫妻 伊丽莎白 玛格丽特 安妮 无论初心和目的是什么 都被卷入历史的潮流 开始书写自己的命运 一年的时间匆匆而逝 时间让每一个人都变了 曾经亲历无间的约克三子 也开始自相残杀起来 其因是爱德华越发的荒淫无度 他认为自己打了一辈子的仗 还不能享受享受了 每天都是在各种女人窝里打转 情人一度高达二十位 他的部里朝政 让两个弟弟都升起了野心 开始频繁地想导事 而伊丽莎白也迎来自己的第八个孩子 可是经历一番痛苦挣扎后 生出来的孩子居然没有哭声 伊丽莎白觉得自己是被诅咒了 不然为什么连续生的两个孩子都会夭折呢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 孩子在玛格丽特的手上 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伊丽莎白激动地接过孩子 对玛格丽特更是感激涕零 在卧薪尝胆一年后 玛格丽特终于获得伊丽莎白的信任 可以开始搞风搞雨了 随着孩子的出生 乔治以这个是好消息为由 穿多爱德华不顾国内的百废戴心 向法国发起战争 收复亨利武士打下的土地 而他的目的是希望战争结束后 让自己担任那些土地的摄政王 管理英国在法兰西的土地 爱德华接受了乔治的同意 很快就召集军队 开始了对外扩张 大军出发后 约克家族的女眷全都来到王宫 统一接受伊丽莎白的调配 而因为父亲被杀 一直对约克家族顺从的伊莎贝尔 却在此时对伊丽莎白反抗起来 原来他的婚后不幸福 和乔治的第一个儿子死于海南 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 这让乔治很是不满 伊丽莎白给爱德华生了两个儿子 安妮和理查生了一个儿子 唯独自己是一个女儿 没少对此抱怨 伊莎贝尔生性软弱加上怀孕 情绪不稳定地患上恐惧症 他告诉妹妹 伊丽莎白把他们喊进王宫 是想学第一次诅咒他们那样 把自己的第三个孩子也诅咒死 安妮安慰她别想太多 他们进攻是大军出征的惯例 在安妮的安抚下 伊莎贝尔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谁知这时伊丽莎白跳出来 问他们在聊些什么 伊丽莎白的本意是想说 如果他们都跟母亲一样能生 就很容易生出儿子 可落到伊莎贝尔的耳中 就是伊丽莎白诅咒他们和自己的母亲一样 只能生两个女儿 她和妹妹的谈话 被玛格丽特所听见 心怀鬼胎的她跑到伊丽莎白面前 在玛格丽特的挑拨离剑下 没有军事母亲的帮助 伊丽莎白很快就中解了 没少针对伊莎贝尔 这让伊莎贝尔更加的惶恐 确定伊丽莎白就是想诅咒她 除了风暴丧子的陈年往事 她还听说伊丽莎白的项链里 就是诅咒乔治的气局 里面还有乔治的名字 在真相与谎言交织的事实面前 伊莎贝尔在惶恐中度日 而此时的前线也出了问题 爱德华虽然带兵打上了法国 却没有一直打下去 而是拿了一些战争赔款 就土地也不要地回了家 他的目的一直是通过勒索钱财 弥补国家的财政紧张 而且他得到史丹利等人的举报 乔治已经与法国国国王联盟 准备理应外合地弄死自己 所以他选择退兵 这让乔治很不满 认为哥哥爱德华背叛了他 他明明只是联盟篡位 根本不会杀死爱德华 而这时伊莎贝尔也吹起枕边风 说起伊丽莎白用巫女诅咒他的事情 背叛让乔治失去理智 轻信诅咒这种迷信的事情 开始与伊丽莎白对着干 在举杯恭贺伊丽莎白的时刻 乔治不仅无动于衷地坐着 还在爱德华屡次催促后 直接摔翻酒杯地走人 是国王的尊严如垃圾 乔治与伊丽莎白的战争越演越激烈 但这都还控制在理智的范围内 直到伊莎贝尔死于场后热 他临死前还在坚称 是伊丽莎白诅咒了他们 彻底引爆了约克三子的矛盾 乔治去找爱德华心事问罪 并索要赔偿 遭到爱德华严厉的拒绝 他绝对不能变相地承认 伊丽莎白是巫女 让大家有借口对伊丽莎白下手 撕破两兄弟的最后一点脸皮 乔治怒气冲冲地离开 并朝伊丽莎白比出一个诅咒的手势 嘲讽伊丽莎白就是巫女 这让伊丽莎白气愤无比 跑去找爱德华给她做主 爱德华让伊丽莎白闭嘴吧 伊丽莎白才一直拉偏价 但执拗的伊丽莎白 并没有接受爱德华的好意 而是继续打压安妮他们 试图把乔治他们逼到认错 结果反而弄巧成拙 癫狂的乔治除了也弄来一个巫师 诅咒伊丽莎白他们不得好死 就是到处控诉他们的罪行 将三兄弟闷杀救国王的真相 到处宣扬 试图再起玫瑰之战 这让爱德华气到不行 发誓自己一定要杀了乔治 而这时史丹利和玛格丽特带到机会 去抓捕乔治他们 最终巫师被处死 乔治被以意图谋杀国王的叛国罪 处以死刑 消息传出来时 所有人都被吓出一身冷汗 伊丽莎白没想过事情弄到这么大 她规劝爱德华收手吧 不要弄到兄弟相残的地步 爱德华冷冷地表示走到今天 他们兄弟只有你死我活 与此同时 老太后塞西里找到小儿子理查 希望他能拉哥哥一把 这番话彻底刺激到了理查 他们兄弟三人说是约克三子 但大哥爱德华有沃里克宠爱 二哥乔治有母亲宠爱 唯独他除了两个哥哥 没人疼也没人爱 所以他是极恨两个哥哥 也尊敬两个哥哥 他也是想救乔治的 可母亲的偏心让他心里只有恨 说什么也不久乔治 于是母亲只能去找爱德华求主 但他还是不肯放弃自己的偏心 母亲的苦苦相逼和偏心 让爱德华觉得乔治是非杀不可 爱德华表示兄弟一场 他最多让乔治选择自己的死法 这是他最后的仁慈 眼见硬的不行 塞西里为了他心爱的二儿子 只得放弃引以为傲的尊严 跪下恳求爱德华 爱德华不屑一顾 时至今日 塞西里也没有明白 正是因为他的偏心与骄灌 才让乔治越发的胆大妄为 三番四次的背叛爱德华 一点点的损耗兄弟情谊 导致两个兄弟都想杀他 乔治选择一种 大家都认为愚蠢的死法 就是被逆死在马木齐甜酒中 但当事人都清楚 这是乔治在反抗伊丽莎白 因为伊丽莎白最喜欢马木齐甜酒 甚至放言自己只喝这种酒 乔治就是想让伊丽莎白每次喝酒 都能想起自己被逆死酒中 伊丽莎白将乔治的诅咒项链烧毁 宣布一切家恨的结束 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这场兄弟相残的政治意义极其深远 伊丽莎白的弟弟妹妹意识到宫廷黑暗 以及伊丽莎白夫妇的冷血无情 纷纷离开了伊丽莎白的身边 而爱德华的弟弟理查 看到曾经兄弟情深的约克三子 为了兄弟自相残杀 不再遵守心中的那点情意 彻底的黑化 发誓要谋夺国王的位置 意图掌控自己的命运 乔治死后 爱德华将从马格丽特儿子亨利身上 剥夺的爵位又还回去 想在谋杀救国王暴露后 以此安抚兰开斯特的情绪 也是不想再徒增杀孽了 马格丽特很是惊喜 连忙询问史丹利 那自己的儿子现在能回来了吗 史丹利表示问题不大 虽然亨利是兰开斯特家族的 唯一继承人 但约克家族现在算上爱德华 有五个合法继承人 马格丽特沉默不语 但眼神分明在说自己能够做到 而他也很快迎来自己的机会 1483年 身体越来越差的爱德华经常渴血 渴到昏迷那种 眼看自己的大线将至 爱德华将所有的亲属召集到身边 他任命弟弟理查为护国公 协助自己的儿子小爱德华加冕称王 伊丽莎白显然无法接受这一事实 因为小爱德华是在他舅舅 安东尼的抚养下长大成人 他只相信自己的弟弟安东尼 但爱德华只愿意相信自己的家族 伊丽莎白让所有人都退下 他想要和丈夫单独告别 众人离开房间后 伊丽莎白希望爱德华收回成命 然而爱德华心意已决 他不希望生命的最后几句话 都浪费在国事上 伊丽莎白与爱德华聊起在大树下的出狱 在伊丽莎白的会议中 爱德华逐渐宁静下来 他完成昔日对伊丽莎白的承诺 死在伊丽莎白的床榻上 而英国历史最美的王后 一直陪伴着他 爱德华一死 各方势力便蠢蠢欲动 看向伊丽莎白的目光也不坏好意起来 在所有人当中 伊丽莎是最不注意吃相的 大哥去世还不足一小时 他利用护国公的职责开始清除异己 并将小爱德华囚禁起来 美其名曰保护储君免受他人伤害 伊丽莎白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即让大女儿伊丽莎白 简称白公主去叫醒他的弟弟妹妹 然后带上王宫内所有值钱的东西 他决定逃去威斯米斯特教堂避难 安东尼和伊丽莎曾是挚友 他一直相信伊丽莎为人正直 所以再三地请求姐姐放下敌 与理查和平共处 安东尼无奈了 只能让伊丽莎白先去地下室躲避 自己去跟理查谈判 事实上 一心想当国王的理查 虽然对伊丽莎白他们抱有很大的敌意 但也不敢轻易下手 毕竟伊丽莎白他们是大哥爱德华的遗孀 而且爱德华虽然晚年不处理政事 但国家还是往和平的方向发展 许多贵族和百姓都拥护国王的遗孀 于是理查让军队包围教堂 却迟迟不下令进攻 想用和平的方式篡权 但此举遭到许多人的反对 首先是他的母亲塞西利夫人反对 在伊丽莎白手中吃了无数的饼 乔治还间接地死在伊丽莎白手中 塞西利早就想弄死伊丽莎白 而安妮也是反对 她表示伊丽莎白有爱德华的余部支持 自己也能让沃里克的余部 支持理查加冕国王 安妮口口声声说针对伊丽莎白 是要为父亲和姐姐复仇 实际上她想要的是王后宝座 她想当王后这么多年了 终于只有一步之遥了 自己怎么可能放弃呢 安妮偷偷坐在王后的宝座上 对梦想达成的感觉很是着迷 这一幕落在玛格丽特的眼里 让她十分的开心 两虎相争 一死一伤 玛格丽特的计划是挑动内乱 让伊丽莎白和理查拼死一战 无论那方胜利都会是损失惨重的那种 她的儿子亨利就可以趁机回国 坐收渔翁之力 玛格丽特和史丹利 缤纷两路地挑起内战 玛格丽特找到伊丽莎白 对她说理查宣称伊丽莎白是巫女 她和爱德华的秘密婚姻是被巫术导致 他们的婚姻不合法 宫中都在疯传小爱德华私生子 她提醒伊丽莎白如果亦会同意小爱德华 是私生子这一案 那么您和您儿子所拥有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在玛格丽特的挑拨下 伊丽莎白有了和理查打一架的念头 与此同时 史丹利也找到理查的挑拨利剑 理查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只是随意的点拨 理查就让人抓捕安东尼和格丽 还特意带到小爱德华的面前 他们一个是小爱德华的舅舅 一个是小爱德华同母一父的哥哥 都是抚育爱德华成长的至亲 然而理查却要当着小爱德华的面 砍下他们的头颅示威 然后折辱伊丽莎白的家人及其党羽 想让伊丽莎白和小爱德华识相一点 看着许多无辜的人受害 安妮是兴奋又害怕 兴奋自己可以大仇得报 害怕理查变了 有一天也会翻脸不认人地对付自己 得知弟弟安东尼被杀 伊丽莎白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当晚他便趁着夜色 立刻将小王子送出了城 然后他又让女儿找来一位 和儿子身形相貌相似的男孩 来一波离貌换太子 果不其然 理查为了彻底控制住继承人 派员来请小王子回宫 参加他哥哥的加冕礼 是为一副不给我就杀人的样子 为了保全女儿们的性命 伊丽莎白只能将冒牌货上交 就这样 爱德华的两个儿子 被一起关进了伦敦塔 十二岁的小爱德华虽然年幼 但也清楚地知道时局艰难 于是他对冒牌货极其地亲密 张口闭口就是弟弟 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家人 得知继承人都被关进伦敦塔控制以后 理查撕破最后的伪装 摇身一变成为英国国王 安妮成为了英格兰的新王后 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束 因为爱德华的政治余威 北边贵族一直想办法营救伊丽莎白 带领他们一起造反 理查的王位是内忧外患 于是他当上英格兰国王的第一件事 便任命自己的亲信重要职位 以此来捍卫他的统治 他命罗伯特为伦敦塔总管 任命白金汉公爵为宫廷内务总管 玛格丽特的丈夫史丹利为宫廷侍卫总管 然而高官后路 依旧无法满足某些人的狼子野心 白金汉和史丹利 三个人里面有两个都是反骨仔 眼看计划已经实施一半了 玛格丽特让自己的私人医生 去找伊丽莎白传递消息 公爵要求将自己的女儿 嫁给小爱德华 并在小爱德华成年以前担任摄政王 而玛格丽特要求伊丽莎白的大女儿白公主 嫁给自己的儿子亨利 并且要小爱德华指定亨利为他的继承人 尽管条件十分苛刻 而且是与虎谋皮 但伊丽莎白现在已经别无选择 他同意与他们合作 但必须立刻救出自己的两个儿子 各种协议书签订后 玛格丽特写信给远在法兰西的贾斯帕和儿子 通知他们召集军队 还是趁机杀了他们 毕竟他们的王位继承顺序都在亨利的前面 12岁的小爱德华和9岁的冒牌者 都是属于儿童 在基督的世界里迫害会下地狱的 但玛格丽特只是犹豫一会后 表示杀无赦 然而计划开始时 史丹利又出了幺蛾子 他脚踏两条船的毛病又犯了 向理查送去劫狱的举报信 这样万一劫狱失败 自己也能脱罪 玛格丽特被他们父子二人的操作给整网了 他们可是在谋反 在这种以命相搏的时刻 他怎么还有心思两边下注 果不其然 进攻伦敦塔的行动失败 他们甚至都没能进去塔内 正在难寻的理查 收到了史丹利儿子的举报信 得知有人进攻伦敦塔 企图救出小王子 尽管这封来信有些迟 但理查还是感谢史丹利父子的忠心耿耿 随即加厚伦敦塔的防御 让密探监视玛格丽特 玛格丽特又失败了 已经记不清这是他第几次失败 但他明白一件事 跟墙头草结盟没有好下场 于是他转头去拉拢白金汉公爵 不是一起推翻理查的那种拉拢 而是转而效忠兰开斯特的拉拢 条件是白金汉和亨利共治英国 在前文提到的 爱德华因为宠爱伊丽莎白 将他的妹妹嫁给许多贵族 白金汉公爵就是其中一个 他不满自己娶了一个土包子女孩 跟伊丽莎白积怨已久 玛格丽特又用高官后路拉拢他 便毫不犹豫地转头兰开斯特家族 玛格丽特给他下达第一个任务 就是杀了小爱德华兄弟 并散布谣言 就是理查杀了两个王子 彻底引爆约克家族的内战 几天后的夜里 白金汉偷偷带人潜入伦敦塔 杀了小爱德华兄弟 并将他们砌进伦敦塔的墙里 从此人间蒸发 之后在白金汉的散布谣言下 理查作为凶手被千夫所指 最惨的是他都没有来得及自证清白 以及调查小爱德华等人是不是真的死了 就收到监督玛格丽特的密探信件 白金汉正在协助玛格丽特谋反 亨利即将从法兰西起航 准备里外夹击自己 当务之急 他必须先铲除白金汉公爵 不让他们河流 他让安妮在家好好保护自己 安妮却反问他 小爱德华真的被他杀了吗 为了权力 杀死自己两个最大才12岁的侄子 眼见连爱人都不相信自己 理查也有些绝望了 但他还是坚称不是自己干的 另一边 伊丽莎白得知儿子失踪了 他让医生去鼓动伊丽莎白造反 伊丽莎白不经意间说出 至少自己的小儿子还是安全的 这句话令医生十分不解 他问伊丽莎白这是什么意思 伊丽莎白反问医生 如果你有两件西式珍宝而又怕被盗 那你会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盒子里吗 医生这句话坚定而有力 仿佛两个王子被杀死 他就在现场旁观 可所有人对小爱德华的死亡真相 都只是猜测而已 伊丽莎白突然明白自己好像重疾 他悲愤地赶走了私人医生 女儿白公主闻生出来询问怎么了 伊丽莎白表示他们被骗了 在将原委告知女儿后 伊丽莎白表示他们得通知手下人按兵不动 让理查和白金汉他们狗咬狗 甚至要出兵保护理查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敌人马格丽特 理查的运气很不错 还没开战就迎来暴风雨 让亨利的军队无法出航 伊丽莎白的军队又按兵不动 让他很轻易地就灭掉白金汉公爵 最后白金汉被执行斩利局 马格丽特作为主谋之一被执意叛国罪 由强投曹史丹利康 并没收所有的财产 当作史丹利康压的酬劳 很显然 史丹利又一次出卖了马格丽特 马格丽特从没有想过世上 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而他这次也是彻底栽了一个大跟头 另一边 理查翻遍了整个伦敦塔 也没有找到两个王子的踪迹 无奈之下 他悄悄来到教堂 询问伊丽莎白是不是设法把他们救出去了 他保证如果是的话 自己绝对不会去追捕他们 理查不想背锅 这个锅没有人敢背 可伊丽莎白否认了理查的假设 两人一盘算 确定小爱德华是被杀了的人间蒸发 只是不知道是谁干的 李查无意中看到白公主 眼珠子一转 仿佛想到了什么坏主意 急忙告辞离开了 而伊丽莎白则和女儿一起 再次用巫术诅咒凶手 消息很快传到安妮的耳中 这让他无比的惶恐 因为他还是认为是总管罗伯特 杀了小爱德华 因为自己和理查都撕下了 给他透露过那个意思 自己也是罪人 他们的大儿子会早死 理查懒得搭理安妮的无理取闹 言明自己已经和伊丽莎白达成协议 他们会搬出教堂回到乡下老家 而他年长的女儿将会进宫服侍 两帮人暂时和好 理查之所以服软 主要是小爱德华死后 除了拥护他们的北方贵族 其他的贵族百姓也开始造反起来 爱德华国王的政治威信太好了 理查和伊丽莎白联盟 就是想告诉天下人自己不是凶手 他还是敬重伊丽莎白他们的 以此稳定局势 尤其是知道白公主和亨利有婚约 亨利可以得到北方贵族的支持他 理查想出一个馊主意 就是迎娶自己的亲子女白公主 以此断绝白公主和亨利的联姻 让北方贵族继续支持自己 这刺激到安妮了 他不顾自己的病体 也不顾儿子的重病 恳求理查能收回城面 可惜理查早已昏溃 拒绝他的提议 并说明自己迎娶白公主的原因 之后的日子里 理查越发地亲近白公主 把安妮的脸面按在地上摩擦 宫中甚至有传言 理查想要废后了 爱情的背叛让安妮悲痛不已 而这是一个更大的恶好来临 或许是因为诅咒 也或许是因为从小体弱多病 理查和安妮唯一的儿子 自卧病在床后一直没有好转 终于在这天支撑不住 停止了呼吸 葬礼上安妮悲痛万分 忽视了向他寻求安慰的理查 而被叔叔撩得心动的白公主 忘记人伦的主动上前安慰自己的叔叔 二人食指向扣 安妮和在场的众人都看得真真切切 虽然事后理查表示那是意外 那只是侄女对叔叔的尊重 但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在经历丧子之痛 以及丈夫背叛双重打击后 安妮一并不起 她一度认为是伊丽莎白的诅咒 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甚至时常能梦见那两位被杀的王子 同时也想起自己的姐姐伊莎贝尔 当年姐姐说过王后就是一个坑 就王后被迫逃往海外 伊丽莎白被他们的父亲关起来 自己这个新王后成为利益交换工具 成为王后的人 注定会失去一切 那时她觉得姐姐很傻 锦衣欲识便是一切了 可现在她才知道王后是一个坑 她为此牺牲了一切 却没有得到一分的快乐 得到的只有无尽的背叛与悲伤 生命的末尾 安妮叫来伦敦塔的总管罗伯特 她对罗伯特说 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 我得知道我该向上帝坦白什么罪孽 知道两位王子的死与自己无关后 安妮终于卸下了心中的罪孽 这天在英格兰的上空 出现了天狗时日的奇观 人们对此众说纷纭 玛格丽特更是兴奋不已 她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 上天欲示约克家族的统治即将结束 新的国王将如巨龙飞驰而来 理查想将这一奇观分享给安妮 可是安妮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 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姐姐 牵着儿子的手来接她 安妮去世了 理查愧疚不已 她的目的是达到了 支持白公主的贵族都归顺了她 但支持安妮的贵族纷纷倒戈 他们质疑理查为了迎娶白公主 毒杀了安妮 自己的名声算是彻底臭了 这不血亏 此时亨利已经率领一支军队 从法兰西启航回国 最终理查又把安妮送到了玛格丽特那里 她想借此证明 如果未来的婆婆都能接受她 这就意味着白公主仍旧冰清玉洁 自己毒杀安妮的谣言也会不公自破 那些贵族也会回归国王的阵营 很耸赐吧 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斗得死去活来 可为了两个家族的未来 他们都没有取消婚约 史丹利告诉玛格丽特 如果理查战胜了你的儿子 那么她还是会回来迎娶白公主 让伊丽莎白别欺负她 远在乡下老家的伊丽莎白胆 受到了风向的变化 战争要开始 二女儿告诉母亲 姐姐现在在玛格丽特家 如果亨利赢了 那么姐姐嫁给她以后 白公主的子嗣都会死绝 因为你们诅咒了杀死我弟弟的家族 伊丽莎白没有说话 把一切交给上帝做主 与此同时的英格兰海岸上 亨利带着五千雇佣兵上岸 旷日持久的玫瑰之战 终于要迎来自己的大结局 理查三是为了抵御亨利都夺的入侵 号令天下群雄为她而战 然而史丹利却迟迟不肯出兵 亨利的母亲玛格丽特问她是否选好了阵营 史丹利还是墙头草的态度 各种打马虎眼 只是告诉玛格丽特自己的军队 将决定这场战争的结果 玛格丽特无语了 因为不到最后时刻 你永远不知道这颗墙头草灰倒向那边 眼下的局势对理查是有利的 他有一万续面有素的大军 亨利只有五千囚徒流氓组成的雇佣军 只要史丹利不反水 他就能以两倍的兵力打垮亨利 为了拉拢更多的筹码 理查决定接回白公主 当皇家卫队赶赴到玛格丽特家时 白公主很是得意 而玛格丽特则嘲讽她愚蠢至极 明明是被别人利用 却还在这沾沾自喜 白公主想上前争辩 却被玛格丽特一把捏住下巴 他斥骂白公主就是一个壁齿 还说自己的儿子 永远不会娶一个像他这样的女人 白公主走后 玛格丽特收到儿子亨利的求救信 她言明自己不怕一切 但没有史丹利的支持 她真的没办法打赢理查的 无奈之下 玛格丽特只能亲自赶往前线 劝服史丹利出兵 须以高官厚禄和贵族头衔 可是史丹利却不为所动 她解释自己的儿子被理查抓作人质 她不能因为别人的儿子 而放弃自己的儿子 实则就是墙头草不到最后一刻 是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的 得到史丹利坚定的拒绝后 玛格丽特心灰意冷 她失魂落魄地走出营帐 却发现多年未见的贾斯帕就站在她面前 她也是来拉拢史丹利 玛格丽特觉得很抱歉 是她让贾斯帕和儿子走到这一步 可是自己却又帮不了他们 只能看着他们战死沙场 她哭着求贾斯帕赶紧跑 带上自己的儿子赶紧跑 他们可以再次东山再起的 他们已经失败这么多次了 不在乎再来一次 可贾斯帕坚定地告诉玛格丽特 这次不管结果如何 他们都要奋战到底 他们已经跑了几十年了 跑累了 事已至此 玛格丽特只希望再见一次自己的儿子 或许这会是他们母子二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看着眼前高大魁梧的男人 玛格丽特很遗憾自己错过了亨利太多的成长 望着儿子恳切的眼神 他没有告诉儿子真相 甚至为了鼓舞儿子必胜的决心 还向他沉默 史丹利会在最后一刻加入你们 第二天 最终决战正式打响 理查看史丹利没有反水 亨利还是只有那些老弱残兵 高兴的全军出击 但他低估了亨利的老弱残兵 与亨利大战几个回合 仍然是不分胜负 墙头曹史丹利看情况有利于亨利 毫不犹豫地选择反水 理查的军队就此大败特败 本人也被乱刀砍死 历时三十年的玫瑰战争就此步入尾声 理查三世被亨利都多一举击败 约克家族的统治到此结束 亨利都多顺利成为了英格兰的新国王 开创都多王朝 看着多年的夙愿达成 玛格丽特感慨万千 玫瑰之战的结束 让伊丽莎白的小儿子可以回国 他提出自己想要为约克家族复仇 但伊丽莎白制止了他 表示玫瑰之战打得太久了 死的人太多了 比起复仇 他更希望一家人健健康康地活着 伊丽莎白放下对都多王朝的仇恨 但上帝还是给他们复仇了 亨利赢得了战争 这也意味着他即将要和白公主结婚 而伊丽莎白和白公主一起施下的诅咒 最终都将一一落在自己的身上 白公主的大儿子亚瑟因病逝世 次子亨利生不出儿子 只有两个女儿 女王血腥玛丽和女皇伊丽莎白 都多王朝在两人之后 因没有子嗣而亡国